333 绿意开发 德华行销 纳豆却无感吗 你长期补充B群却无效吗 试试好有力check胶囊 市售唯一顶级双足量成分 还原型Q10补计成本 加到最高含量 虾红素添加量更是市售产品的三倍 促进新陈代谢 有效畅通健康 一天一例充电有力 请搜寻日食一扇 或拨打服务专线 02-2500-5568 日食一扇善待你的每一天 投资快问快答 鼓励与价差二选一 你选什么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通通都要 台股首档高填息ETF 大华优利高填息30 股票代号00918 精选填息记录良好的台股高股息企业 多元布局电子金融与传统产业 让你一手掌握鼓励与价差 没错 ETF有填息才是真仗有出息 快搜寻代号00918 本基金支配喜来源可能为收益凭准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印象月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台湾的探权交易所 今年8月正式接牌 预计12月22号启动探权交易 首批探权来自于亚洲非洲跟南美洲 七个国家根据规划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定价落在5块美金到15块美金 初期仅限国内法人购买 那探交易所说 依照规划购买碳权价格 以每吨为单位 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价格 定价大概是5到15块 怎么那么便宜 每天交易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30分 买方以本国法人为限 企业买进探权之后 不能再把探权放在探交易所的平台转售 以后你买进去之后 可能就要用掉 你不能转售 是这样吗 这等一下问一下吕国珍 吕国珍应该会比较了解这个情况 那另外还就说 法人必须要取得国际认证机构的黄金标准 这个Gold Standard 就GS的标准 这个认证才能购买碳权 预期有15家到20家的上市公司 渴望完成交易 上市公司要买碳权 但你就不要转售就对了 买进来就自己用 是这样 那国珍在这一期的商周 写了一个让人很注意的报道故事 叫做减碳梦变成戴奥星危机 大家都听到戴奥星这三个字 就觉得怕怕 台湾曾经一度是有这个戴奥星中毒的问题 那戴奥星为什么这一次又席卷而来 我们节目现场 就是这一篇大的封面报道故事的制作人 吕国珍在那边 上月周刊的总组笔 国珍你好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国珍这个 第一探权 每顿才5到15块美元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推的还是以减碳为目标 因为探权 什么公司拥有探权 其实是非常困难 因为还要认证 因为你探权从哪里 你必须要减掉 你才有块钱 而且你要把你的额度减掉 所以我11月的时候 有主持一场探权交易的一个论坛 其实都可预见了 如果大量资金涌进探权市场 买探权而大家所减碳的量很有限 那探权会变得非常的贵 所以一开始 其实探权只是一个示范作用 所以千万不要把探权买卖 当成是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探权被炒作 那是一个天价 会是一个灾难 所以应该优先企业 应该先把减碳 变成自己的DNA 把减碳当成KPI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坚持一件事情 因为我去参加那场论坛 很多金融业者也讲说 世界的资金很多 世界不缺资金 但缺真正有减碳的 碳权 你种树也不算碳权 其实还是要讲清楚 那必须有一段认证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比较多示范作用 最重要还是要回到 减碳这件事情 你先把碳减下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是为了把地球的温度 把碳可能发生的危机减掉 而不是买卖这些事情 和金融是商品的交易 所以买卖碳权 无助于地球解决危机 2050年人类还是毁灭 我讲一家上市公司 很大的老板讲的 2050年人类还是毁灭 毁灭 买卖碳权没有 还是要减碳 哪个大老板 很大 股票带最前面的 你是说做恐股利 对 这样做恐股利的 最近在海外投资金额很大 几百亿几百亿这样投下去 对 你看他的未来就可以很清楚 第一个中国大陆成长动力 没有了 他必须要找海外的 新的成长动力 如果俄乌战争打完 当然土耳其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第二个你要开始布局低碳水泥 你要从规格上赢得下场战争 所以一定要在碳上面赢得战争 所以现在的财务投资 当然很大 中国大陆没有减碳 那当然有人说 他在海外投资有风险 我觉得财务的支出会让他的负债比或现金额未来一定会有影响 可是你一定没有办法避开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成长问题 但是跑在前面是对的 因为未来其实市场会改变 第二个是你要掌握规则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家公司 我们是要主要讨这个所谓的减碳这件事情 那我刚刚会讲说 我们订了5到15块美元 好像真的很低的价位 最主要我根据欧盟 欧盟今年11月 大家知道碳权的平均交易 每顿是77.04欧元 77.04欧元 对因为欧盟跑在比较前面 也是我们这一篇报道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欧盟其实很早就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它是有减碳才有认证 才有这个碳权可以交易 这还是很重要 那我们台湾现在连碳排多少都还没认证 多数公司你到底排多少碳 那你减下来的 你算不算你的碳权 减下来才算碳权 未必 你必须要创造出新的价值来 当然这个认证 我们讨论其实讨论的要非常的花时间 可是这个其实国际上还在讨论 不是那么单纯 因为资金很多 探权很少 这件事情还是事实 那你们这一篇说 政府只顾把垃圾变能源 却对世纪之毒不设防一千多天 这个标题下的也 对封面标题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 因为戴奥新其实如果 讲国际上最严重的 我们就应该讲越南 越南在越战的时候 美国大量使用枯叶剂 那枯叶剂就是最毒的戴奥新 那造成四百多万人受到影响 后来越南的影响世代人 经常会生出畸形额 有十几万人 畸形额 那你会 还有大量癌症 所以它是一个很难 很难所谓的半衰 那很容易得到癌症的一个 所以我们在1990年代 台湾其实那时候有戴奥新危机 甚至更早之前 包括肺五金的食材 对 还有烧垃圾 1990年代 我们台湾开始盖很多焚化炉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专家就跑来台湾说 你烧垃圾如果没有管好 其实会造成戴奥新问题 遍地都是戴奥新的 因为焚化炉刚好每个县市都有 有几个县市没有 但是因为它会漂很远 再来它会进到15年 所以那时候我们台湾 从此开始严格管理焚化炉 所以焚化炉在烧垃圾 这件事情是非常严的 包括它必须要防止戴奥新的设备 再来它必须要定期抽检 然后不定 定期抽检之外 还会有突息检查 所以这样管垃圾烧垃圾 那我们刚好最近这三年 我们颁布也因为欧盟在检探 欧盟就把垃圾 它的原始初衷是因为垃圾 如果没有办法再利用 就再利用剩下还有垃圾 那你既然已经制造这些 你应该把这些资源拿来用 那在比较高效率的 效率比较高 你就等于你很多塑胶垃圾 各种生活垃圾 你如果燃烧效率更高 你等于珍惜这些资源 所以欧盟就开始把自己的垃圾 讲出来还是垃圾 垃圾变成一个燃料叫SRF 可是它本质是垃圾 所以欧盟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 像德国就有五级标准 然后再来你使用 你说SRF有五级标准 对对对 叫做固体再生燃料 对 简单讲它还是垃圾 就是把垃圾均直化之后的燃料 所以你以前管垃圾焚烧 在焚化炉是很严 当然它效率比较差 那所以它有一个新出入 所以欧盟 刚才我不是提到吗 焚化炉管很严 所以欧盟在使用端也管很严 那回到台湾 台湾就变成是 我们其实我们用 欧盟最低的那一级的标准 三年前开始用 我们用欧盟最低的标准 那我们在使用端 就烧了那一端 我们从焚化炉跑到发电厂 我们没有规定 戴耀星的防治要求 没有强制要求 所以以前烧垃圾 有戴耀星的防治有规定 现在反倒变SRF没有戴耀星的防治的规定 对没有 没有强制要求 要不要定检 两年才要检一次 可是我们缝化炉半年检一次 我们两年才检一次 你烧一年两年都没有关系 我们要不要抽检 没有抽检 要不要加装设备 法规没要求 那代表什么 你烧垃圾可能产生戴耀星 会飘出去 所以缝化炉管很严 要把它收回 烧这个SRF就不用 目前台湾没有 没有法规 大家可以把垃圾包装成SRF 你就会做生意了 你就聪明了 我不是 我是直接联想到 对当然 所以收个垃圾 我们就闹出一个笑话了 今天还有一个前官员 就打电话给我 做这个报道很好 他说某一个县市说 他也要做SRF 然后他把垃圾打一打之后 送到厦门 所以你知道哪一个县市的 送到厦门 结果厦门就把他打回来 你也拜托 都是两岸一家亲 然后你竟然把垃圾打一打 没有打一打 你整形之后 你叫我烧 你可以缝化炉修就好了 你还赚了一个垃圾处理费 他想卖给我 叫SRF 当然是不可能 可是我们台湾却这样做 那个岛有缝化炉吗 那个要送垃圾到厦门 那个岛有缝化炉吗 没有 有啦 有缝化炉啦 所以这很有趣 他就打完之后 然后厦门就跟他说 本质上还是垃圾 你没有分好 所以连大陆都不收了 我们在那边烧就对了 这个故事是官员跟我说 前官员跟我说 哪个官员 以前的官员已经离开了 那我回来讲 我们真的就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调查报导 跑遍全台湾 所以你们有一站就开到 这个桃园观音嘛 对不对 大坦礼 大坦礼在抗议说 他们境内有三家 专门在烧SRF的电厂 我先回答 阮大哥有生意头脑 所以在台南就发生一个案子 就有人去收垃圾 然后就把他打一打 叫整形之后嘛 把整形后 整形后赚1亿7 结果大邀行烧出来超标57倍 我应该去重商 当然重商 因为检察官把那个人调去问之后 他把他要起诉他 结果他离开之后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讲一下 你的结论竟然是我应该去同床上 聪明啊 你马上知道生意头脑 所以你收了垃圾 那个台南违法业者 收了垃圾之后嘛 他就赚1亿7哦 因为收垃圾有处理费 他再把他打成SRF 结果检察官竟然发现 他卖不掉 卖不掉他自己烧 超标57倍 大概要新超标57倍 57倍 我生意是开出去的哦 我真理讲话 你是说那是哪个县啊 在台南市 台南市里 对检察官抓到的 在台南市里面烧哦 对啊在里面烧啊 夭壽我礼拜二才去台南耶 那恭喜你啊 那我告诉你 那在哪里旁边烧 在玉米田旁边 你有没有吃玉米 在玉米田旁边烧 对啊 我们都有照片啊 请看商业周刊 拜托请买这一集的商业周刊 哎 我要做这个风险很大 这很大的指控耶 你刚才就有翻到了 有啦我有看到这个啦 玉米田有没有 都是SRF啊 啊结果他被检察官去问话之后 更好笑是检察官还追踪他啊 结果他出门之后 去订一辆奥迪的电动车 三百多万 人家前脚背 不过这还不是最扯的 最扯是什么你知道吗 最扯的是 我们做这个报道 当然最后要去找环境部嘛 然后这家业者就原封不动换个名字 不是去成立另外一家公司 是原封不动到商业市改名字 你已经被起诉而且超标57倍 他竟然还在政府推荐的SRF的名单里面 讲白话就是你想买SRF请跟他买 他被起诉了他超标57倍 政府还推荐他买去他那边买 是因为他改名的关系吗 改名政府完全没有管制 所以我们就跟环境部就说 你们怎么还这样推荐 哦对哦 那我们马上会把他拉下来 这太扯了吧 这个故事你看精不精彩 精不精彩 这太扯了吧 所以阮大哥大学长 你担不担心这种SRF到处乱烧 超标57倍 然后焚化炉烧要管 发电厂没有强制管 所以都是道德良心 三年前这个法规怎么会通过呢 因为要减碳啊 而且是国家的战略方针啊 是市立法院通过了吗 是环境部通过嘛 环境部颁布这个法 各县市政府都要执行嘛 他其实是一个办法而已 还是一个行政指引 他就做了 做了之后还是我们国发会的 2050年禁令减碳的方针哦 是国家策略哦 结果他用德国最低的标准 但是后端完全没管啊 其实非常可怕啊 你看我很勇敢吧 很勇敢 那你们怎么发现这个事呢 因为台湾现在在抢垃圾 抢到现在本来垃圾无处去嘛 你看我们那个最前面那张照片 是那个新竹新风 垃圾烧不完呢 现在全部都被抢走了 就这个打成SF啊 你怕我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上一周刊的总主比吕国真 这一期的三代周刊呢 做了封面报道故事 就是减碳梦 变成戴奥新危机 结果是这个 原因出在这个SRF 这个固态再生燃料 这个事情上面 那这个SRF基本上 其实并不是个坏事了 只是说 你去烧SRF的这个规范 定的实在是太松散了 对不对 标准太低了 而且没有做戴奥新的防治 那这个当初三年前 环境部怎么会去定出 这样的办法呢 所以我先讲德国嘛 我们先讲好的 德国就很清楚 欧洲人已经做30年了 其实你刚才讲了 欧洲其实有探权 这个东西其实本来 欧洲为什么有资格 做这些事情 他德国先把这个东西 分五级 那很清楚会产生戴奥新的是 绿以及一种本环的东西 我们衣服其实还是有本环 很多塑胶都有本环 所以绿跟本环 他把它标准定很高 所以他总共要防治的设备 有22项 其实热纸还有重金属 各种可能的东西 他22项 我们台湾只有他的四分之一 我们防的很低 然后他定五级 我们只定最基础一级 所以你刚才问我说 那我就问政府官员 还有以前的 我们环保署副组长 詹顺贵 第一个我先回答你 那政府就说 我们这个叫最基础 我们觉得这是 德国最低的一级 他说最基础 因为这样才可以推得动 然后所以詹顺贵的 詹顺贵这样讲 不是不是现在的官员 然后詹顺贵就说 现在的法律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让好人无法遵循 让坏人有机可胜 所以阮大哥刚才马上讲到商机 所以德国人定得很严 现在产品端 而且他要不定期的 有第三方认证 跟化学分析 不是像我们要拿到厦门 被厦门退货 你也拜托 你要分类一下 里面有绿什么东西要拿掉 重金属要拿掉 不是什么都要烧 第二个德国要求很严 你要用可以 但是你要污染空污防治设备 你要有足够设备 我才准许用 你用什么 不像我们现在到处乱跑 你拿去哪里烧 你都不是很清楚 然后你规范是什么 没有 就没有要强制要求 所以我们这一次 去做调查报道的时候 他说我们现在会修法 我们七月已经公布办法 因为吵很久了 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 已经闹很严重了 很多人都抗议说 你这样会有代欧行 所以七月公布办法 对不起还要开宫廷会 行政院签名之后 明年才有机会实施 可是现在正在杀位 所有东西都是叫 自己的道德要求 法律没有强制要求 所以观音就在抗议 观音箱 他要盖三个章刷炉 所以我们这期的封面 如果有机会 大家还是买一本杂志 我就跟卵大哥说 SRF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看到 这个垃圾墙 台湾现在有很多 县市的垃圾都无处去 结果包括新竹 桃园 台中 南投 云林 台南 都想要把自己的 没有地方去的垃圾 打成SRF 包括我们刚才讲 外岛县市 厦门的旁边 你都很难处理掉 所以你把它打一打之后 好的 如果用德国的标准 很严格标准 当然那就叫蓝料 如果你随便打一打 就把他说要卖掉蓝料 被厦门退货 那叫垃圾整形的骗局 好 那已经有一个案例了 对不对 你们抓到 你们你们写出来了 我们写出来是因为 戴耀心57倍的超标 在台南 对 我刚才跟阮大哥讲 这一个案子 我们刚才直播有出去 那线上的听众 还是没听到 这个业者 已经被检察官起诉了 而且被检出57倍 结果他 他老兄就去换了公司名字 不是另外开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只是去商业市改名字 所以我们查公司资料 可以查到他换名的名字 结果他竟然还在 环境部的推荐购买名单里面 推荐名单里面 也就是说 你今天我们想烧SRF来检探 那你就去环境部 政府推荐的名单 竟然有他 你是要推荐他去买 超标57倍的SRF吗 所以我们就这样问环境部 环境部说 竟然还在 我们会马上把他拿下来 环境部这太扯了吧 环境部官员 一家超标57倍 被检察官起诉了公司 然后明明查到 他已经伪劣造假了 偷拐抢变 伪劣造假的 嫌疑 我们现在应该还没判刑 还在打官司 可是你应该把他拉下来 你不应该他推荐名单里面 人家买到57倍了 拿来烧怎么办 这家是在台南玉米田旁边烧 他把他堆砌制在那边 工厂就在台南跟高雄 他在高雄台南到处烧垃圾 所以就演变一些问题 就是现在到处在抢垃圾 垃圾变成有人要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所以台中也有 我们这次也有去台中 台中也有人就直接在 明宅旁边自己做SRF 然后直接开始在那边烧 所以明宅我们就去访问里长 我们进去看的时候 也很傻眼 他怎么烧 他是露天烧吗 还是有 他就躲在 躲在自己的工厂里面 然后还会冒烟 所以里长冒险进去拍 然后我们取得这样的影片 然后当然他也被立委 踢爆了 已经被踢爆了 所以我们还是在去采访 我们会发现在明宅里面 也可以土法炼钢 自己制造SRF 而且自己在冒烟 也不知道是烧在干嘛 其实他是物理分选 其实到我还提起 物理分选 就是你要把东西 可是你怎么会冒烟 这我也想不透过道理 因为我到北欧 芬蘭跟瑞典 看过SRF 所以我还觉得 台湾怎么这样 然后所以里长 是因为闻到臭味 才去检举 最后才立委介入 完全如果没有立委介入 会有人管吗 对 其实在台北市 你也常看到 有一些那个 废弃物收集中心 就坐落在社区里面 他的冒烟 他会冒出废弃 那处理也就算了 那就物理分类 我们讲 他其实如果有燃烧 是叫化学处理 那就是因为居民闻到臭味 燃烧是比较夸张 大部分就是在那边 分类在收集 对 可是其实台湾 这三年来冒出50家小厂 在德国只让大型的业者 去处理 但我们不是一定要强制 像德国这样 大家都不许碰这个东西 可是第一个 德国其实用很严格的标准 去审查 那我在讲我们那个 其实你只要书面审查 你就可以取得 SRF制造商的资格 然后官员竟然 我们再回到哪 你在台中跟高雄 台南这个 其实他都有得到许可 都审核了 结果检察官或专家 进去审的时候 发现设备都不合格 那代表我们地方环保局 没有去现场审核 很可怕 你就给他执照了 设备都不合格 现在才说他不合格 那产品当然不合格 代表星才会超标57倍 那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第一个 标准订得很松 然后规范没有很严格 没有罚者 你在这件事情里 做坏事是没有罚者的 我们也是很奇怪 所以张顺柜就会说 你应该订罚者 而且回归母法 你还是废弃物 所以回到废弃物 不要把它当燃料 它不是产品 它本质上还是废弃物 所以他 他现在叫燃料 燃料就跟每天燃气一样 你可以到处跑 不用再追踪 垃圾其实是要追踪的 那正规的SRF分类好 然后固化好之后 他送去哪一些风化炉烧呢 德国是这样 德国就是你五级分类之后 接下来他要求有空污防制设备 确保他有足够的防制设备 我们这一篇有访问德国专家 我们越南访问 透过电话跟视讯 那他说好 那你使用者 你必须要经过我的所谓的认可 你空污设备要达标 所以他通常去钢铁厂水泥厂 所以台泥是有要用这个东西来减碳 事实上是可以的 你温度跟代曜星防制做好 台泥烧的话 它也要符合到一定的法规标准 所以德国是要求 你必须具备哪些空污设备才可以 接下来我们还要要求 你要定期的检验 然后突袭检查 焚化炉是这样管的 我们现在不 SF现在不在焚化炉烧 现在是在发电厂烧 还有各种锅炉 可怕是这一点 以前焚化炉你管很严 你现在跑到发电厂去烧 你竟然没有强制规定 法律规定 你知道啊 所以你问我说跑去哪里 各种制造业的锅炉 对可以 那所以你问我跑到哪里 你台湾哪谁会被影响 遍地都有啊 非常谢谢吕国 真谢谢 遇见旅游 遇见你真好 每一次旅行 我们都 你真好 我不想太 ولا 你真好 我正好 seeing you 没有People 满 cont 也当日 你支持你 这选择 helmet 150 全 我 0 我